LAYO 了世紀天天都不新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無裂點人對上薩拉斯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的天梯比賽 這張地圖是地霞 這張圖的特點是有一個超大金字塔 血量9999 反應力是非常非常高的 這個地圖中間這個金字塔 印象中是不能攻擊的 應該是打到後面都會存在的 一樣這個地方是有海的 一樣是要打這個海圖配置 才會有這個經濟的優勢 那前期的部分一樣要趕快去拔木頭 然後蓋下第一個碼頭 這個地圖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石頭都在這個海上面 所以獲得海域的人也可以獲得這些鵝腕石 所以這個地圖的打法玩起來非常非常搞人心態 你們可以看到這裡 甚至上方只有一塊石頭 這裡就是為什麼 世紀帝國很多高手們喜歡打阿拉伯 跟阿拉伯相對平衡 像這種地圖很明顯 對MBL更有利一點 這個地圖 右邊怎麼只有有石頭 左邊沒有 這個就很奇怪了 這邊MBL 拉了一隻村民 要來透一下MIPER的村民 結果MIPER直接把自己圍死 這裡再圍一下 哎呀這裡也過不來 右邊直接蓋個碼頭 完美 MBL這裡有點尷尬 反而想要抓MIPER蓋碼頭的村民 結果沒有抓到 MIPER這邊也是 想要去抓MBL蓋碼頭的村民 但是有一隻槍兵守著 但MIPER居然只有兩隻工兵過來 處理這隻槍兵了 哇這樣就真的著實尷尬了 這隻村民可能也要死去 哇甚至被解決 哎呀後面三隻工兵 趕快照了出來 但這裡也是有三隻的 但是MIPER已經順利的 把自己的第一個碼頭蓋好了 野魚船都在按了 那目前MBL看到這個狀況 哎呀趕快蓋個碼頭 補一個火戰船 這個村民要蓋房子嗎 好看一下下方這個重點 這個碼頭 VIPER應該是不會放棄 去阻止 繼續拉了村民 過來蓋 結果被VIPER的兩隻 弓箭手給抓爆了 這看起來MBL 是有點大意了 沒有閃 直接被抓掉 兩村 這有點 藏不得失 有不藏私喔 藏不得失手 OK 這邊村民喔 MBL也是抓到了兩村 兩邊都是兩村的擊殺 好 VIPER這邊順利的點下了城堡石在升級 MBL這邊升級 還需要一點時間 VIPER這邊是透過買賣 升級上去把自己的石頭給賣了 超高速升級配置喔 當然是這裡賣石頭 待會上去的話 還是需要用買賣的方式 去把石頭買回來蓋TC 好這裡村民又抓到了一村 MBL這邊相當領先喔 經濟來說是領先 VIPER這裡的 但是這裡被抓掉兩村蓋碼 經濟支援其實沒有那麼的有優勢喔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殺生人雖然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喔 但是卻獲得了這個支援的領先喔 畢竟這開局能搞到對方蓋碼好村民喔 這個實在是相當巨大的優勢喔 好最後VIPER的兩艘魚船也被火戰船給抓掉 但是這弓箭手家裡一直在鬧 讓VIPER的挖黃劍村民直接收村 還被擊殺了一隻村民 這個非常巨大 這個優勢很大 MBL這樣子又搞到了VIPER VIPER這邊支援被反超了 現在MBL有捕魚上的優勢 上面已經阻止VIPER捕魚 下方這裡碼頭也蓋好 好待會就可以開始按自己的漁船了 那VIPER這邊待會有時代上的優勢 趕快先按一些生旅出來 先壓制一下 這個弓兵跟毛兵的問題 還有這個落馬 只要有騎士 基本上都比較好處理 MBL看到這個情況 趕快買賣一波 升到了城堡時代 還有兩分半時間 這個時間點可以稍微去補下漁船 MBL看來是要補魚補爽爽 薩拉森人這裡沒有打算 就去打海戰嗎 唉唷 這裡重新補了一個碼頭 那薩拉森打海戰其實也滿強大的 這個奴炮戰船的攻速加成 其實是滿給力的 好 那目前看到MBL 這邊是已經全部為死了嗎 這邊有個洞啊 然後把這個洞補起來 這裡也有個洞 但是這邊是城鎮中心的一個入口 利用這個入口去做防守 其實還滿不錯的喔 那MBL應該不會衝進去 裡面的弓箭手實在太多 而且有個洞口在喔 MIP這邊趕快想要找個洞鑽進去 但是好像沒什麼機會 弓箭手把這個洞堵起來 後面再補了一個射箭場 三個射箭場繼續出弓兵 這裡補了一個居住防射 唉唷 結果騎士還是留得進去嗎 好 這裡回頭堵口 讓弓兵沒有辦法回家 MBL選擇了把房子給刪除 好 重新補下一個房子 讓他們直接撞TC 騎士想要直接進來 好 這一波還是進來了 下方還有一隻騎士 直接兩波地方聰明只能選擇收村 這裡的騎士還在躲箭矢 看可不可以多躲一些箭矢呢 好 最後上面也是圍石 這裡繼續追 MBL一收村 經濟就有稍微追到 殺生人 Ryper 繼續補下了TC 3TC又買了石頭回來 好 沒有挖石頭 也可以蓋3TC喔 好 這兩隻騎士 抓到一村 好 這裡要小心 下面這一村有機會嗎 沒有打算硬打 稍微拉扯一下 在躲下箭時回頭打 應該沒機會 後面往回走 好 下方的火戰船開始反擊了 好 那上方戰艦沒有過多的掙扎 好 Viper這邊是3TC開農 MBL也打算開TC 現在Viper的分數相當落後 援兵送掉了很多 現在MBL這邊的分數優勢 都是這個探圖的優勢 這個探圖的海圖優勢 還有這個自己的擊殺敵方單位的分數優勢 Viper支援的數量是差不多的 好 那這邊想要有領先對手的一個經濟狀況 還是要靠TC喔 然後開4TC或是5TC 好 城鎮中心多一點 就可以讓自己的經濟有越好 所以這個世紀帝國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你要怎麼讓自己的城鎮中心變得更多 村民越來越多 還有這麼維持自己的正面 不被對方一波帶走 這是世紀帝國的一個學問 你要再能偷經濟 又能用少量的兵擋住敵人進攻 這是最好的 那往往如果一個沒有控好 可能就一波倒直接要打出GG喔 這也算是RTS遊戲一面了 最容易挫折感 最容易...最... 最容易獲得的一個地方 挫折感 挫敗感太大了 所以很難上手 好 那薩拉三人這邊是補下了戰毛兵 戰毛兵選擇了彈道學 二級弓兵鎧甲嗎 這裡先點一個弓兵鎧甲 沒有先出來 VIPER這邊細節還是做得不錯 但是這裡沒有補下工程器製造所 所以木頭沒有被消耗太多 那這裡應該要趕快找個機會 去點一下二級伐木才對喔 好 這裡再補一個房子 冰也被射掉 說明趕快走 哎呀 被點掉了一隻 因為MBL這裡是有彈道學的 只要不列天有彈道學 這個強度完全是不一樣等級啊 畢竟多了這一點射程喔 能操作的這個細節操作可以更多喔 好 中間又有一坨小武功兵走進來 正是有戰毛兵選擇的撤退 上方不敢直接打進來 反而直接與原地折返 MBL看到 哎呀 你轉戰毛了 那我就轉投石車 那不列天這個文明呢 上到了帝王時代 也可以轉中頭配長弓 還有槍兵的一個策略喔 反擊戰毛也有一套 而且長弓兵射程非常相當優勢喔 而且如果有槍兵的話 也可以擋住薩拉森的駱駝 或是騎士單位 整體來說不列天人打薩拉森人喔 反制方法也是有的 但是薩拉森人科技線也是很全面喔 也有大衝車也有火炮 這兩個東西對於不列天人來說 也是相當好用的一個遠程科技喔 還有這個大衝車也是喔 可以吸引這個不列天 一堆長弓兵的傷害 好 不列天這邊是補下了更多的漁船 下方這裡也是補了漁船 這邊可以看到MBL經濟來說 是稍微領先VIPER 已經贏了VIPER800支援 有這個漁船優勢相當不錯 那又遇到這個佔毛病的情況喔 MBL可以選擇出騎士 或是出頭石車 魔砲都是可以反制 佔毛病的這個狀況 那現在如果要轉出這些單位的話 其實蠻傷經濟的 村民可能會因為按肉碼 或是按騎士 造成自己的村民斷村喔 然後撒下更多農田 那這裡木頭自然就要多了喔 所以這邊要趕快去補一下木頭 好 做一下經濟調配 看一下騎士出來 投石車 砸一發 但投石車砸不到 這個佔毛病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騎士趕快按一隻 那如果要用騎士的話 要不要點下一級馬鎧呢 沒有一級馬鎧的話 佔毛病走A的話 還是有機會可以解掉騎士的 先按個兩隻騎士再說 好 這個佔毛病有點無法無天啊 甚至連城鎮中心都射不太動 二級的弓箭甲的佔毛病 就是這樣子啊 TC怎麼射 都是這個一滴血 遠防6 那這邊也是遠防6 其實他點了二級射也是一滴血 好 來看一下 這裡佔毛病 走A NBL 這裡要小心 騎士 往前 哇 這一波砸到了 NBL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VIPER這邊三隻佔毛直接死去 好 但是有一隻騎士 還好 但是死之前又抓到了依存 VIPER覺得值了 好 不控 這時候轉出了二級伐木 二級農 輪軸技術 經濟科技 直接補齊 4TC 繼續農 好 但是現在的情況 對於VIPER來說是相當不利的 寶石車在的話也很難處理 除非自己轉生旅 那薩拉森來說 生旅線也是OK 可以打的 甚至銀罐可以獲得範圍補血的效果 那薩拉森也可以打馬弓 所以整體來說 馬弓 布弓 戰矛 還有重頭 火炮 大衝車 還有這個大洛馬 要有什麼有什麼 這個才是我理想中的 進攻萬花筒 好 薩拉森人 真的是薩拉森人最大的弱點 就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打法來說 只能泡這個買賣 獲得一些小小的經濟優勢 那薩拉森呢 這一把已經把薩拉森的特點打出來了 前期用買賣 高速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把這個石頭賣掉 然後待會再買回來 這個打法在實戰中來說 是相當實用的一個技巧 好 NBL 這邊輪走技術點下 這裡要繼續補下長弓兵嗎 還是 欸 這裡還沒有下城堡 所以沒有長弓 就是中間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趕快先來中間挖掘這些黃金資源 NBL 現在有投資長輪的一個想法在了嗎 先來控圖 這把黃金先挖一挖 回家我在挖我的 這個確實在阿拉伯以外地圖 可以多多這樣做 當然是阿拉伯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這樣做 遠去野外挖 很容易被針對 甚至很有可能會經濟爆炸 但像這種特殊地圖來說 早點去野外挖黃金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別點了 這邊點下了手推色二級色 資源量也快要來到了帝王時代的資源 兩邊前期打的就是一個蚊子 沒有太多花俏打法 都是很正規的打法 金字也是邊打邊農 VIPER的分數已經落後了1000 資源量來說已經落後了2200的資源了 VIPER現在是略於優勢的一方 但是實在上是稍微弱勢的 VIPER這邊升級上去 可能要先去點一下化學 先把這個火炮轉出來 會比較好針對投石車跟這個奴兵 好這些工兵看來要直接送光了 沒有打算要升級奴兵了 這個工兵升級不上去 乾脆別升了 待會遇到他這個奴兵 或是長弓起來的話 工兵可能也沒有什麼態度的優勢 好那薩拉升人比較有特點地方是 駱駝血量多 但是打工兵這個單位用駱駝就有點不切實際 所以這裡就要看薩拉升人 VIPER會怎麼去反打 苦力點人 這個工兵我命 好這個投石車兩發一直在砸 戰毛兵有機會防守回去嗎 但是NBL投石車的傷害躲得非常漂亮 雖然最後還是被換掉了 一換一回頭打一發來一擊嗎 結果被VIPER的投石車一換二 後面三隻僧侶 喔兩隻僧侶 趕快招翔 招翔到的騎士 趕快反擊一下 好最後殘血的騎士 手掉了投石車 兩隻騎士趕快往前 擋一下 這個城堡那邊到頭堡了嗎 看起來有點像 好最後這個城堡蓋不起來 顯得有點尷尬 前方的城堡暫時沒有辦法反擊 VIPER點下了三級射 戰毛兵趕快繼續補 好最後拉了一堆村民過來 繼續硬蓋 這毛兵反擊回去 巨型投石機趕快點 但是沒有木頭 要不要買一下呢 還差一百木 買了吧 買木頭嗎 買了一下木頭 兩百木買上去 哇這個不買木頭不行喔 這個巨型投石機 要趕快按喔 好最後按B了囉 知道自己一生實在慢了 先上去就點戰狼號 一隻常攻我也不按 我也不按巨型投石機 就是先按戰狼號 再補一根城堡 增加一下城堡的產能速度 MBL這裡非常有想法 這裡他打算 只要我能先攻城堡 就沒問題 但是VIPER也不是閃油燈 馬上到帝王時代點下了化學 大家會有火炮出來 你有戰狼號我有火炮 好那我們兩個就是五五開了 接下來就是要拚對方的雙方操作而已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一擊馬卡 待會這個馬卡升上去 應該是要來打騎士嗎 打駱駝真的是不太OK喔 S7是要打奴隸兵呢 打奴隸兵的話是很怕工兵單位的喔 奴隸兵的可能性是稍微低了一點 那駱駝的話 個人來說應該也不會看到駱駝這個單位 打工兵 所以騎士的部分可能性是偏高了一點 所以三級馬卡也上了 不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大洛馬 有沒有可能 大洛馬 大洛馬的話確實打不列顛來說是挺好用的 畢竟也有這個三級馬卡 這個對方的戰毛兵或是工兵 都有一定的殺傷力 好這邊巨型投資機 開始攻城 MBL沒有打算要修理 直接氣保後撤 三台巨型投資機準備好 而且現在是有戰狼號的威力喔 好大洛馬看到對方火炮 趕快偷點一下 在射程外直接架起來進攻 偷掉Ryper的一台火炮 自己就賺了 好這裡Ryper往前看到巨頭偷打了一炮 但是MBL反擊沒有打到 火炮還是用我主動權的 好MBL果然是轉肉嘛 輕騎兵升級上去 三級工兵鎧甲也提升了 那Ryper這邊只要累積到了三台火炮的話 就可以一次開火就擊倒一台巨型投資機喔 這邊是Ryper的一個細節 一定要三台火炮 火炮要不要再按個一台呢 好這裡用戰毛兵稍微反擊一下 這裡上方的魚船 魚船這裡偷偷還在補魚啊 好MBL由於有這個魚船的經濟優勢 經濟相當不錯 強弩也提升上去了 銀罐也點了 強弩的射程來到了最高點 5加611點的射程 Ryper這邊大洛馬提升上去 二攻也點了 好但是火炮還少了一台 兩台火炮的話暫時沒有辦法秒殺巨型投資 好這邊大洛馬提升少了 大洛馬三攻要不要馬上補呢 好現在再提升二攻 好殺身這個文明是有重頭的文明了 這個火炮 躲掉 哎呀火炮躲掉了強弩的射程 躲掉了一發集火 第二發堵不掉 第三發 直接把火炮給射倒 MBL這邊用強弩秀得非常漂亮 兩邊繼續投資機繼續進攻當中 VIPER的巨型投資機 直接被不列顛戰狼號 打掉了一台 第二台有機會活下來嗎 這個再架起來會有危險喔 一定要趕快拉錯名 不然就是白給了 好果然白給 VIPER這一波操作有點忙 因為前方載矛要往前 強弩的話還要靠肉馬 加上載矛兵去解決 打起來是偏垃圾兵的路線 還是這邊要繼續產更多的火炮呢 但是火炮又會被強弩給點 這裡可能要可以按巨頭了 只要不列碟沒有巨型投資機 自己的巨頭就能按 這樣就可以進行攻城 但白朋友可能就在按巨頭互丟的話沒意思 還是轉火炮會更有主動權 下方的修道院被打分出來囉 MBL有偷按一台火炮戰船 偷偷拆掉了修道院裡的聖物 這裡要趕快重新修道院 往後搬會比較好 目前這邊肉馬跟戰毛兵一直往前送 MBL三根城堡 完全守住中間的礦產資源 這裡趕快繼續挖黃金喔 趕快把這個資源挖乾 持乾抹金更重要 後方的肉馬 還是溜了過去 這個肉馬 這裡有三隻強弩在岸邊防守 強弩繼續打 MBL強弩數量已經來到了快要60隻 已經有50隻左右的數量了 MBL這時候點下了3攻 戰毛兵可能要再繼續按多一點 還是要轉下中頭或重頭呢 如果轉中頭或重頭的話 還是很容易被強弩給他的射程優勢 給點掉了 MBL這邊繼續用強弩進攻 Viper則是轉出了衝車的升級 打衝車來擋弓箭傷害 是一個很不錯的想法 不管是要打AI或是打玩家 這個戰法實戰中也是有的 但主要還是要靠後排的戰毛兵或弱馬 去解決這些強弩 這些衝車能吸傷害 不能實質對這些弓兵造成嚴重打擊 MBL看到你轉衝車 那我就要轉劍勇了 這也不是轉劍勇 是先轉槍兵去訪大洛馬 那這邊MBL轉劍勇的話其實也是不錯的 打這個戰毛兵或是打洛馬 效果還不錯 傷害也挺高的 但轉槍兵的好處就是不需要黃金喔 可以省更多的黃金下來 自己更方便轉出巨型頭司機跟強弩 好 MIP點下了大衝車 升級好了 大衝車配奴炮戰團升級 欸 這裡有點想法 可能是想要把海戰拿下來 用海戰的奴炮戰艦的攻擊優勢 然後再轉這個火炮戰團 沿岸掃張 有沒有這個可能 對於MIP來說 這個是一個新的辦法 好 MBL點下了二級的步兵牌甲 強弩雖然來到46隻原地射擊 前方的戰毛兵當成炮灰 再往前擋著 邊打下衝車 邊打下洛馬 有點忙 這就是不列列沒有要轉中頭的一個問題喔 這裡要轉中頭的話 會更好打這些衝車跟戰毛兵啊 MBL不知道有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只靠槍兵的話會有點吃力 我們要不要補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開始升級中頭的升級呢 那現在關按槍兵肉就有點吃級 槍弩還在原地射擊當中 這毛兵在後方努力輸出 那由於戰毛兵的攻速太慢喔 其實反推的效果並不是非常無限 這就是垃圾兵的一大壞數喔 DPS太夠啊 好 MIPER這邊是繼續轉出大路馬 跟衝車跟戰毛兵三種兵種 MBL這邊是繼續出槍兵 槍弩部分沒什麼戰案 省下來的黃金 省到了一千多塊了 但是 槍弩的數量有稍微變少 MIPER一直有在偷點 這邊槍弩的數量 雖然下降的數量並不是很明顯 那這些大衝車確實讓MBL 強弩一直射大衝車的問題喔 DPS被降到最低了 只會自己手去手操 每點一隻戰毛兵或是肉馬 DPS才會高起來 這就是衝車打封兵果最好弱的方法 好 MBL有點受不了 把槍弩去往後拉 但是所有的箭矢還是 射在這些大衝車的身上 MBL點下了三級的步兵鎧甲 有三級步兵鎧甲的話 就稍微能擋住戰毛兵的輸出了 好 這裡還是繼續用槍兵防守 沒有太多肉 可以轉投石車的樣子 城堡被 城堡肯第一個要被頂掉了 後面還有兩棟城堡可以擋住 最後一頂 後面臭命趕快修 好 好像夾住了喔 MIPER利用自己的資源 繼續往前頂 洛馬配上戰毛 拼人命就是要把城堡給拿下 後面轉出一台巨型偷吃機 LIPER這邊是衝車巨頭 裝管旗下 海戰部分好像是決定放棄打了 沒有繼續提升海戰部分 全力轉上攻擊入戰部分 好 再來一發巨頭 應該就能收掉 這個城堡能修得回來嗎 好像沒有辦法 要400多滴 剩下15滴血收 把城堡血量給拉了回來 但是第二發應該是沒辦法 還是 滑了 再放這根城堡 好 白粉這邊繼續轉出大洛馬 大洛馬這邊的輸出 在前面吸傷害還是不錯 但是問題還是喔 這些戰毛兵 這些強弩該怎麼解決呢 只要讓不列電的攻兵一起來之後 就很難打 MBL終於意識到了 自己需要投石車 我們是大量的槍兵 只要有少量的投石車的話 不管是衝車 還是戰毛兵 我都能解決 反正落馬 用槍武就夠了 這邊是怎樣 瘋狂躲動 這邊是在 調戲Viper嗎 Viper打出了WTF MBL喔 真的是在玩遊戲阿 玩得很開心阿 當然是最好 玩遊戲就是要開心阿 看著醜眉苦臉 是在玩遊戲阿 OK 這邊瘋狂躲動強弩 相當有趣 這個 躲動的方法 就是瘋狂按S 讓強弩要色不色的感覺 好MBL喔 這邊玩得很開心 可能覺得自己聖券在握 就是用強弩秀你單位也沒問題 反正我擊殺 已經快要來到100單位 但是Viper也是笑笑的 而繼續進攻 而且這一個城堡也拆掉了喔 現在是MBL 有點尷尬的時期 這邊再玩下去 可能會丟掉比賽喔 好這裡有少量的肉碼 再往前 急殺掉了一些村民 投石車 這裡要小心 好 強弩繼續輸出 投石車沒有肉可以升級中頭 還是很努力想要去打後方的戰毛兵 但是一瞬間 就有被Viper收掉了兩台投石車 MBL 現在有黃金上的數量優勢 但是這裡並沒有 過多的黃金可以使用 只剩下三個人在挖黃金了 怎麼辦 MBL 要轉肉碼了嗎 但轉肉碼的話 勢必是打不贏 Viper的大肉碼 但是沒有肉碼的話 後方的戰毛兵很難解決啊 好這裡花了非常多黃金在挖石車上 但同石車一直就輕型同石車 沒有中口的話 很難解掉大量的戰毛兵 甚至前方的衝車 Viper借著自己 付出黃金兵的一個優勢 使出戰毛配大肉碼 還有這個衝車 省下非常多的黃金 繼續用這個衝車 給MBL更大的壓力 好 這裡肉碼解掉了戰劫 這裡再次往前 看各位收掉投石車 一刀砍掉 搞定 投石車優先解掉 細節還是做得相當不錯 這邊站往右邊繼續往前 輸出 基本上這邊mip要控的 就只有衝車跟大肉碼 這邊戰毛兵讓他原地開火 可能DPS更高 因為你越控這些戰毛兵 他們越有可能把所有的輸出 打在一隻槍兵上 或是一隻牆爐上 你讓他自由開火的話 可以分散這個輸出 讓他DPS最大化 那這些槍兵為了打這些衝車 反而去輸出 沒有辦法去輸出這些肉碼 或是戰毛兵 讓mip一直有機會可以往回推 mip最重要的細節就是用大肉碼 去打這個清洗兵 然後溜到後排 去拖抓些村民 這樣就夠了 擺回來這邊控制細節 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mbl 這邊擊殺數量 已經來到了快到200單位 不列天強弱 擊殺200單位的數量 非常誇張 好 所以我們被突破200人數大關 還在換 不列天這邊換資源 換得非常開心 已經損傷了14000多的資源單位了 哇 這些肉碼 又在抖肉了 好 繼續拉起殼 mbl 開始把黃金往前挖 剩下的黃金已經不多了 這張地圖 最缺的東西就是黃金 所有的黃金都在正中間 就算就在中間 黃金也是不多的 好 mip這邊黃金終於歸零 來到雙方黃金歸零的情況下 殺身的優勢就會非常巨大 這5%的交易優勢 可以讓他在後期 用更少量的 用這些少量的資源 換取更多的黃金 好 MBL 這裡是投石車 升級不了中頭 但是還是要按投石車出來擋一下 砸到了一些戰毛兵 戰毛兵 這邊死傷非常大 這裡有機會再砸個一發 砸下去 但是沒有升級中頭的關係 傷害有點 不是非常明顯 好 MBL 這邊是繼續轉出大量的 槍兵跟強奴 哇 Viper這邊拉了兩隻生女 到了前線 範圍補血這些戰毛兵啊 直接變成RPG遊戲啊 後面奶媽 遠程輸出 前方的騎士當坦 RPG遊戲正式開打 被同車打沒有關係 後面的奶媽 直接拿個一口 血量又回來了 不知道MBL有沒有發現 這兩隻生女 是他最大的敵人 好 頭點掉了一隻生女 第二隻也是可以點得到的喔 MBL這裡是忙著在控的投石車 看能不能砸到更多的戰毛兵 但是有點困難 前方大落馬又再次上來貼到 又收掉了兩台投石車 第三台沒有機會 後方的強奴 開始往前推進 往前蓋了 工程器製造所 想要給Viper更大的壓力 但Viper這邊還是把所有的黃金 投資在了衝車上 想要投資的衝車數量夠多 就可以督掉更多的建築物 就有機會往前推進 而且可以讓對方的強奴 吸引到更多的箭矢 對方的強奴 Viper這邊似乎還沒有放棄 難道有什麼想法嗎 MBL又在走動強奴 感覺MBL 穩了 越來越往前推進 這塊黃金也開始在挖 這塊黃金也快挖完了 但是MBL開始買賣了 買賣就代表他有黃金上的資金需求壓力 這邊壓力在 MBL 可能 要想辦法趕快結束掉這場比賽 不然越脫後期了 這個僧侶 跟這個買賣的優勢會越來越大 好 正面繼續進攻 好 Viper這邊 海戰怎麼有戰船出現了 開始在控MBL的木頭 好 兩邊已經開始進入了焦土戰了 木頭已經都快沒有了 Viper的聰明 甚至出來挖這些 蘆 蘆尾嗎 這個數目只有50而已啊 但是為了生活守需 還是拉了一堆聰明出來伐木 好 但是MBL也是知道 人家回旋木頭 把一些戰艦在下面控制你的路區 好 遊戲時間來到了55分鐘 帝國戰爭模式 可以達到30分鐘以上 都已經很不錯了 這場比賽 來到了快要兩倍時間 好 這裡強武 繼續反擊 過馬往前 開始輸出 又再次點掉一台衝車 衝車開始往前頂 兩台衝車 MIP的支援量 基本上沒有一個是超過三位數的 黃金都非常緊繃 MBL這邊也是 但是MBL依舊還有射程優勢 以殺單位還是超過200 但是強武數量明顯有下降的趨勢 剛剛還有50幾隻 但是現在只剩下40隻了 MBL這一波還想要繼續夾住 MIP並沒有放棄 大落馬繼續往前按 好 這些槍兵 趕快往前 錯一下 衝車的血量 那後面有一隻臭門在偷修衝車 哇 是兩隻 這邊臭門已經開始在往前伐木了 兩邊人 共享一片幕區的情況 比較有發聲了嗎 MBL 支援缺緊 讓他繼續安心 槍兵出來往前衝 但是戰毛兵無情點強弩 強弩這邊又有點卡彈 應該是故意的 但是槍兵出來只差14隻 14隻的話 海能很好發揮 繼續反擊嗎 MIP好像越打越有優勢了 黃金開始買賣出現了優勢 好 但MIP這邊也在抖動 以抖動 我也抖動 兩邊都是以抖動會有 人就是以武會有 他是以抖動會有 OK 看起來MIP應該是穩了 越後襲 越有機會 而且黃金已經開採 現在是MBL 黃金歸零 只能靠聖物的黃金生活治理 MIP這邊大款還有買賣的優勢 臭米雖然沒有東西可以挖了 但是可以去挖中間的木頭 MBL的木頭可能也剩所剩不多 這裡的木區挖完 待會就完全歸零了 上方的木區還被控住 強弩的數量也只剩12隻 好像要被翻盤了 MIP這邊翻盤打得非常漂亮 大洛瑪開始往前突進 不行了不行了 趕快過來 現在MIP很清楚 只要空中木頭 我就贏了 我甚至不需要黃金 好 中間的三個生物 有沒有機會可以打噴出來呢 MIP這邊硬點後方的強弩 強弩雖然只剩下11隻 好 大洛瑪抓到了這些挖木頭村 這裡村民只能四處逃散 然後往上走 往上面走 去找強弩 但強弩也在射MIP的村民 可以在兩邊 已經沒有時間去打村民了 還是要先打架嗎 村民都直接來到了戰場正中間 第一次看到村民在海景第一排啊 哇哇這些村民真的是 好好好刺激好刺激 直接拿村民來打架了 MBL受不了 但是這裡拿村民打架 就意味著支援越少了 MBL人口只剩下90人口 村民處只剩下54村 後面大洛瑪已經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但是MBL沒有多點的資源 可以產出槍斃去後方防守 再去後方的話前線就會潰壩 前線一潰壩的話 事物就會被幹走 中間的木頭也會沒有 所以MBL一直想要死守正面 但是後面已經涼涼了 好這時候MBL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看到MBL出了489的槍兵 Viper出了415跟385的戰馬 這個數量非常可怕 MBL最後出了226隻的強武 最後輸掉了比賽 這場比賽打得非常精彩 雖然是垃圾兵大戰 Viper也是打得有點有驚無險 最後還是拿下比賽的勝利 MBL感覺是玩了過頭 但是其實 也沒什麼太好的辦法 可以反擊Viper這個打法 最好的話還是趕快升中頭 去反擊一下會更好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阿翔